Hello 大家好 我是曾小妹 今天我们来到小郑的老家 他们家的朋友就开了一家烧腊店 在我们中国烤鸭的做法是有 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统手艺 今天来看一下这个 广东烤鸭是怎么做的 就亲手上手去学一下怎么做鸭 走 当时我们会打工的 还有下一集的 我们下一集不知道去哪 我们第一集先回答 欢迎光临 谢谢光临 真是酷着我的鸭 首先我们开始腌这个鸭 请老板分享一下怎么吹上鸭 还有怎么腌鸭 我的手这么大 哇 好胖 拿一块干净的布 对啊 吹上肉和皮要分离 腿才有脂底 皮会脆一点吗 对啊 皮才脆 怎么样 怎么办 捉住 嗯 嗯 他放屁呀 你还没捉不住 我用了奶力的了 你没捉我刚才吃 哈哈哈 他放屁 哇 我觉得他会爆啊 啊 手很无力啊 它不脹啊 流气了 失败 打工失败让人炒油 裡面有些糖、鹽、花生醬 花生醬? 對 還有沒有? 就是... 肥仔醬料 肥仔醬料不夠愛 滾進去 這樣去撩好嗎? 就是醃裏就可以了 外面不用醃的 撩它、醃製在肝裏 皮就不用了 好,現在刺激它 把它們兩個縫起來 然後就這樣 這樣拾過來刺激它 夾著它的皮 這樣 啊啊啊啊啊 好難 啊啊啊啊啊 這樣 然後呢 這樣 刺激它屁股 好 搞定 哇,可以了 兩個真的是水 我想說會滑 那種個 它用什麼去? 按什麼? 你就是拿我去... 都不會浮到我 冷水 冷水 把皮拿走 一邊沖水 夾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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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好的皮水 皮水是蜜辣糖 紅醋 又是那些 不說那些 秘製皮水 好重啊 加油 這樣我一個月有多少工資 1500 開冷氣吹它一晚 等它皮乾完就可以去烤 通常是幾點 做這個醃製和上皮水 關收完糞便開始做 一夜晚做 然後就隔夜 叫它隔夜 要隔夜才入味 是呀 開冷氣嗎 是呀 開著冷氣 一夜會乾身 那明早 通常是早上幾點開始燒 八九點 早上八九點開始燒 是呀 起不了身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去片 沒問題 已經準備好了 吹了氣 和醃過了一晚的肥鴨 吊了一晚 封乾了表皮 之後就直接去烤 200度是嗎 是呀200度 200度250度 通常是一排 是呀 是呀 那要焗多久 九個字到十個字左右 好 咬已經燒好了 嘩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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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好重啊 小半已經去了仙界 去了鴨星 嘩滴油啊 大家看到它剛剛這麼肥 其實它燒完之後都瘦了 我們就掛在 我們的廚房的工作呢 就算完成了一半 然後呢 這裡呢就是一個 切東西的那個 斬鳥區啊 這裡賣的 之後呢 這裡有個窗口 他們呢 都有整好那些這樣的閘 防烏鷹啊 防蚊那些 那有客人呢 就這樣開 對 對 對 黃埔家衣 最後是粉 做豬肉佬 現在把鴨子拿出來 之後呢 之後再炒鴨 之後再炒鴨 它拿了八塊出來 嘩好脆喔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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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醬汁啊 這是燒鴨汁 燒鴨汁 平常人家說要多汁就是 哦 一刀一刀 用力 開頭 用力 開頭 嗯 嗯 哈哈哈哈 你不來啊 開不到 哈哈哈哈 不行哦 它的骨子很難開耶 爆汁 嘩 嘩 嘩 哇 牙痛了 哈哈 之前可是做這個餐廳擺盤的 淋上少許剛剛的醬汁 螢光吃飯時間 嘗嘗好不好吃 嘗嘗 嘩 搞定了 昨天真的買了15元的 哈哈哈哈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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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這個剛剛出爐真的很棒 咬下去裡面的肉 是很軟熟的 不像 可能外面放久了 就會很硬 真的好吃 我們現在吃完就想問一下 老闆 手藝在哪裏學回來的 村裡的人學 正家的村是有燒咬這件 是 是 嘗嘗 嘗嘗 你們的村是怎樣 大家一起上課 那樣嗎 比如有人請一媽媽 擺租 需要燒咬 燒咬 就這樣 就這樣學 那裏有個師傅 是 快思學藝的 師傅也是姓正的 是啊 正師傅 正 一代傳一代 一般認知的 可能一些古法 烤法 可能老爸傳給兒子 兒子傳給孫 到了這裏就變成村的一個文化 就是可能村子想出市打工 或者想出廣州 出深圳 然後我們就去拜師學藝 那需要付錢的嗎? 不用付錢的 是免費的 我們正家的師傅 都想把這個燒鴨的手藝傳承出去 讓普通的農村人家 都可以學會一種手藝 然後可以衛生 那你有沒有打算 將這個手藝傳給你下一個 他需要學的就是錢 那你有客人還沒? 還沒 還沒 還有女朋友還沒 還沒 但是沒有那些 大家有沒有興趣 這個燒鴨當的老闆 那我們今天就 多謝阿登老闆 帶我們來做一個看法 正宗清遠仔的燒鴨 大家多點來試一試 拜拜 我試一下 好香 配飯 好香 這條片來到這裡 就跟大家說一下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 烤鴨技藝 其實是要追溯到 元代及清代 都各有記載著這道宮廷菜 不單歷史悠久 更加有深厚的文化傳承 而大家經常看我的頻道就知道 我平時最喜歡吃的螺絲粉 原來都是非為的一種 可能香港的朋友都會覺得螺絲粉 不就是即食麵? 但原來螺絲粉剛剛好在2021年 被列入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這道在廣西起源 家傳護曉皆知學民的美食文化 近年已經傳到全中國各省 甚至你會見到很多外國的KOL 都紛紛發起挑戰 這碗又臭又辣又酸的螺絲粉 可見推動中國非為對我們年輕的一代來說 是一種貼合生活氣息 有趣且帶有知識性的中國傳統文化傳承 作為一位港青對於自己國家歷史 上課都在這裡睡覺 但作為一位吃貨 和自己比較喜歡的煮飯仔 手工手藝等等 相比起厚重的歷史書 像《文化新演繹》這類節目 就非常適合我了 利用輕鬆愉快的短視頻形式 帶觀眾細看全國各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了解這些國之貴寶的起源、發展 以及如何在現代社會傳承、創新 在今年7月4日開始已經是無線電視的黃金 時段播出的 重溫的話可以到當代中國網站 或者YouTube Channel 我會把連結放在說明文 當代中國是團結香港基金的其中一個線上資訊平台 於2021年正式啟用 內容含蓋了最全面的中國新聞熱點 以及內地的最新動態和人情密使 自力打造一個全方位多元化的一站式當代中國資訊平台 又團結香港基金冠名呈獻 當代中國已經與香港的TVB、NowTV合作 電視資訊短片共有5輯一共180集 讓香港人更全面地感受國家的嬌人成就 大灣區的機遇和香港各行各業的發展 大家記得要關注和踢入他們的頻道看看吧!